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影片的主題是要教大家怎麼著手佈置動森的室內擺設 相信在動森新的DLC快樂家樂園中 有很多人有這方面的需求 其實我一直很想做這樣的影片 但很可惜我本身對這方面的知識並不足夠 畢竟我也只是對這方面有興趣的素人 不是說很專業 不過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一位本身就是在從事室內設計工作的超級重量級來賓 來幫我一起完成這件事 那就是鵝肉麵來跟大家打聲招呼吧 Yeah 大家好 但是不要期待我今天會講出多深度的話 因為就算是我的專業 但我還是混吃混喝的一個路人 不會啦 我相信今天應該還是會很有幫助的 因為大家就是一個完全門外漢的狀況 所以就是希望能有個導師能帶我們進入狀況這樣的 好 我盡量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邀請到鵝肉麵來 那我相信我的觀眾大家也應該都認識鵝肉麵啦 當然應該有些人還是不太曉得原來鵝肉麵是有在做室內設計的 那鵝肉麵要不要稍微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你在這方面的經歷呢 好 我之前就是我去了美國 然後我回台灣之後呢 我之前在美國讀的是工業設計 然後回台灣之後就誤打誤撞做了室內設計 也不是說偏得很遠 但它不太算同一個領域 但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沿用的 所以我就是去做了 然後做了就發現其實還蠻喜歡的 然後就做了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台灣的話室內設計師有蠻明顯的一個師徒制度 就是我是跟了一個師傅 一個室內設計的一個前輩 跟他當助理跟他跑一段時間這樣子 那有些人是進公司從實際做起 我覺得就是有不同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進公司了 然後最近是因為Youtube嘛 因為我Youtube越來越起來了 所以我室內設計就是越做越少 然後我開始變成接案 然後又變成現在是基本上是比較少接案 但是負責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就是例如說幫別人畫圖啊 或者是渲染3D圖這樣子 渲染3D圖就是用模擬的感覺 你覺得先把想要呈現的東西先做出來這樣子嗎 對就是現在就是 室內設計師有幾個環節 當你去做工作的時候 就是首先是接案嘛 就是有人進來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他想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問他預算吧吧吧吧吧 然後跟他討論這樣 然後決定出了一個喜歡的方向之後 你們就會就是我們就會就是propose 我們就會提案提幾個案子這樣子 那提案的時候通常這時候還不會有3D 就是你會先給他看平面圖啊 搭配一些就是參考的照片這樣子 然後這個OK了之後 你就會開始進入立面 所謂立面就是說 平面它是就是有點像就是俯視圖 從上往下看 立面就是現在我們看到就是那個 那個賀斯他們後面的牆面那些 那個牆或者是直立的東西 他們要怎麼安排 那這時候就是需要3D渲染的時候了 因為其實要業主看得懂 立面圖平面圖或什麼的那些 他們當然是可以去 對對對教育他們或什麼的 但是直接給他一張圖 不只幫助說他們更快進入狀況了解那氛圍 也可以更好的簽到案子 就是讓他們更理解說 喔你現在做的東西 做好會是長這個樣子這樣 我剛剛聽你講我才發現說 原來DLC他的提案 跟你剛才講的那個手續 其實是很類似欸 這款遊戲做的很類似 因為我們 因為我還沒玩DLC 對 因為DLC就是會有動物來 然後我們就是 他想要做別墅 然後我們就去幫他做別墅 然後他就會說 他想要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要去呈現他想要的那個感覺 然後去跟他提案這樣子 對所以 對所以剛才你講了之後發現說 欸真的很像欸 這個部分非常相似 那你本來的其他人應該比動物多很多 哈哈哈哈 應該喔 因為他們還蠻好說話的 哈哈 對 現實的就有很多別的因素 對 那今天我們是要藉由 就是這個DLC 快樂家樂園的功能 來進行室內佈置 並且我們想要以這樣一個 就是我這樣子 對室內設計沒有概念的人的視點 我可能會向耳肉麵來提問一些問題 那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過程 來讓大家對室內設計有更多的了解 而這次要示範的對象 就是我跟耳肉麵島上都有的島民 也就是我們的初次島民喬喬 就是 YES 一隻貓咪 巧巧就是一隻貓咪 對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看耳肉麵的影片 就是動森的那支影片 然後那部影片超有趣的 然後最後呢 我記得耳肉麵有秀了一下你 遊戲中的室內擺設 啊對對對我有秀過 那我覺得非常厲害 因為那時候遊戲才剛發不久 然後你的影片發的時候好像也才 隔不到一個月吧 就真的要多久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入手的家具還很少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房間佈置的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超厲害的 我後來又佈置了更多 但是可能因為我是室內設計師關係 所以就不完我家之後 我就倒就算了 每次我倒一下熱色一樣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是很多家具跟新東西 我想應該是有很多啦 對對對 所以我想要先來這邊順便 稍微示範一下DLC多了什麼東西 然後讓你瞭解一下 等一下我們可以運用哪些東西來佈置 好耶 好 那我要先來跟喬喬提案 我要來修改他家 為什麼他的那個是瓦裡勒 喔 我改的 關於專修 請交給我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多了一個天花板傢俱嗎 有耶 以前沒有齁 對 以前沒有 他現在就是多了一些可以放在天花板的 比如說吊燈啊 比如說演唱會的 這東西感覺一定會有很悲劇的裝潢 然後就是把它放滿滿的 然後我們家裡就很像那種你知道豬肉廠 那種很多豬肉屍體這樣吊著 吊一堆在上面這樣 還有電風扇這樣 就是多了天花板的家具 然後呢這次還多了 喔 這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以 喔 結構性的東西 對 多了柱子 甚至可以分出牆之類的 對對對 像這個分隔牆 就多了一個隔間的東西這樣子 哇 這樣子就真的很需要先想好你的Layout是什麼 對 然後他還有多這個吧台 像這種也是可以分隔的 然後還有高跟低 然後還根據那個你的牆面壁紙就對了 沒有 剛好我是選這個混凝土槍 然後他有這個混凝土的 他也有木頭的 磚頭的 對 有不同材質的這樣子 好耶 那我們要做什麼風格 呃 我們今天想要幫喬喬來打造一個大套房 就是有個臥室 然後浴室 然後可能還有一個小小的客廳這樣子 沒問題 對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你發現這邊壁紙不一樣嗎 對耶 為什麼 以前就只能放一張壁紙 喔 現在是每一面都可以不一樣嗎 沒有 現在有一面 其中一面你可以放指定另外一種壁紙 對對對 那窗戶可以動嗎 窗戶很可惜不行 OK 現在很流行自己做窗戶 就比如說這樣子 然後再用剛才的那些東西 然後再用剛才的那些東西 把它隔起來 然後這邊自己再用一個牆這樣子 喔 好酷喔 很有創意耶 這種做法 對啊 就是 好像是國外那邊有人先發現可以這麼做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跟進這樣 比如說像這樣子 OK 那我已經有很不錯的idea了 對 然後這邊再放這個 就很像窗台這樣子 真的耶 因為現在好像流行這個 這個叫夜光碧天 這也是新的 然後它可以用我的設計 然後我的設計 然後現在有的人就會自己畫一個框在這裡 然後就這樣子 超帥了 就可以這樣子隔出來 好像真的有玻璃這樣子 我們不需要 我們今天走一個極簡風的路線 我們要讓它就是減少多餘的線條 它今天就是很有質感的一個套房 好 沒問題 我們還可以調這間房間的光線 是什麼顏色的 OK 那如果沒有要調的話 我們就一樣白光來調整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室內音 比如說像都會就跟我家一樣 就有車子的聲音很吵 可是我當時玩的時候差太多了吧 對 這就是DLC才有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也是最近才加的 對對對 OK 開始吧 你覺得我們是一般 都是從選壁紙跟地板開始嗎 還是要從哪邊開始嗎 有一個想法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會有一個客廳 然後一個bedroom 然後一個廁所嘛對不對 對對對 是 我覺得這個大小 甚至還可以做玄關跟客廳 連著一個飯廳都可以 好像都放得下 喔 還有飯廳 這感覺很棒 動身有個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門一定是開在正中間 其實我們如果是去一般的人的家裡的話 你會很少看到進入房間 或是進入一個格局 它是門開在正中間的 因為這樣子其實進來的時候 就是設計上會比較難去掌握 說他第一眼看到的東西 不過沒辦法 我們就是既然已經在那邊了 我們就來想怎麼樣 work around這件事情 好的 對 還有另外一個 跟大家分享一個室內設計師的 小... 小... 嗯...怎麼說 這個... 小... 金房 就是我們會分所謂的 公區跟私區 那公區就是客人來會到的地方 例如說客人來他會經過 客廳一定是第一個 或者是餐廳 那有時候這兩個會調換 但是大部分都是客廳 那再不然就是玄關 那現在比較流行做 就是廚房跟飯廳是連在一起的嘛 就是開放式的廚房這樣子 對 那通常會再經過一個 不知道是走廊呢 或者是哪裡有隱藏門 進去 深度在尾巴的地方 才會進到房間跟飲食區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也可以 以這樣的想法來做 也就是說進門的那一刻 我們讓他進來的是一個... 先是一個客廳跟一個公共區 然後我們把後面那一層 假裝我們現在兩個窗戶 連在一起畫一條線 那假設他這... 對 以這個微分隔線來說的話 那就是... 後面就是他的房間 前面就是他的公區 我們這樣來設計好了 好的 對 哇好承擔 那就要想 然後像這種窗戶是對稱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做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說 你會希望你的公區有個窗戶 但是你也會希望你的房間 睡覺的地方有個窗戶這樣子 所以說假設我們今天不用 剛剛說的那種窗戶製造的方式的話 我們今天就用這兩個窗戶當原本窗戶的話 通常在室內設計師會做取捨 就是說一個房間 一個空間 他的窗就這麼多 那有些地方勢必拿不到窗戶 那通常就會變成是 例如說廁所 或者是儲藏間這樣子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假設我們有兩個一定要有的 就是我們的客廳跟我們的 臥室一定要有的畫 臥室一定要有的畫 那我們要不要再 不然我們畫一個二好了 就是你把它變成 對你把它變成俯視圖 然後你想想看兩個窗戶嘛對不對 一個在它的左邊的窗戶的上面 延伸出一道墻 對這邊延伸出一道橫的墻 然後到大概中間的時候 變成直線往下 變成直線往下 這樣子 對對對然後再往右 切到另一個窗戶的下緣 再上來一點 對這樣子的話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 因為一般的新手的區隔方式 就是說就是畫一條一個直線對不對 那你這樣就變成說你的窗戶全部在公區 不然就是窗戶全部在室區 但是如果我們是畫一個二的情況的話 讓它的上緣然後中間往下轉一圈 然後再到另一個下緣的話 我們就可以切分出兩個大空間 但是它們都各自有窗 所以我們先來做這個結構牆吧 先用一模一樣的分隔牆 這個分隔牆的話就是 我現在壁紙是什麼 它就會變成什麼材質的 沒問題 那我們就先把它從這邊 這邊 再過來一點 對 不要把它窗戶切到 然後再做一個 再出來一點 然後再做一個 然後接下來做的是 往下的 往下 就是讓它往下直 就是轉一圈 這樣子 對然後這樣子 欸 它一定會 不是不是 它這邊的話空間通常就是 給我們放柱子 OK 那我們就放一個柱子在這邊 然後門我們先不用管 我們先不用管 我們先把它鎖 讓那個喬喬先 密室逃脫一下 哈哈哈哈 先不用管門 我們先把它關在裡 然後這個就是直接坐過去 那我們就區隔出兩個空間了有沒有 然後一個宮區一個室區 那我先把喬喬移一下 這樣子嗎 喬喬滾蛋 對 然後柱子在那邊 然後這個往過去 這樣子 咦 那這樣差一點點怎麼辦 對 差一點點 好 不然這樣好了 你把現在的最右邊那個牆 是 這個 你把它往右 就是靠到底 靠到底 那這個就當它房間的門 門口 對 它可以從這邊見到它房間 好不然這樣好了 你把那個剛剛那個牆 就是 靠著柱子的那個牆 後面的那個 對 這一個 對 你把它跟它旁邊的牆靠攏 就是 往這邊 對 這樣子開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牆 可以來放當沙發的背板 所以這邊前面可以放一個沙發 因為通常我們會做窗戶的話 通常會用側照會是比較理想 因為假設你的沙發的後面 你背後是光的話 你仍然就有一種 你後面有一個 後面其實會有殺手 會來殺你的感覺 就不安全感這樣子 對 那如果你是坐在電視的那一面的話 那你的電視就會有背光 所以側邊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選一個 嗯 酷感差不多不錯 但是我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別的 還是我都先叫出來給你選一下 好 就這些嗎 對其他的話 那我們 先選紅色那個好了 這一個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右邊那個 九紅色那個 這一個九紅色的 對 它感覺比較有設計感 它有別的顏色可以選嗎 有 好 那我們把它先置中好了 置中 對 它前面可以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很普通的客廳的話 它前面就可以放一些茶几 然後在它的對側就是放它的電視跟電視櫃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選 你用想要什麼顏色的嗎 因為它有的茶几能變的顏色比較少 嗯 所以如果能從顏色選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找 通常我們做的時候 我自己個人的習慣是會想要它的鐵鍵 就是它的支架會跟它的沙發可以match的 所以現在沙發的那個角是什麼角 我就會希望它的那個 它的茶几是什麼角 但我現在看不出來那個 它是什麼樣的 有點秀鐵嗎 對 它看起來是鐵 我們來看一下 啊 是鐵的 嗯 嗯 那我們就用左下角那個拼接木的那一個 這個 對 感覺會比較搭它的功夫 OK 原來是會看 我都是挑顏色 顏色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顏色跟材質都是好的方法 但我喜歡它的角都是長一樣 這樣會比較有移植 它的顏色它也有銀色的 綠色 白色 黑色 灰色 灰色 銀色銀色 好像有 滿一題的喔 嗯 換個角度看看 嗯 先這樣好了 它家是一個工業風的概念 哈哈 因為我想說 我們在牆壁是灰的 然後我們再走一個這樣的路線 最後 好像就會變得很 很 咖啡廳的感覺 工業風的感覺 因為像是做這種水泥空間的東西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讓它變得很像工廠 所以它很需要一些這種有生氣的東西存在 所以用植物點綴基本上可以說是必須的 在這種水泥的空間裡 藍色那個小小的好像不錯喔 咖啡樹 嗯 先把它這個拿起手走 然後這個就放在這裡 它可以選它的盆栽的顏色 喔 剛好 就只有這個不能選 沒關係 那我們找個立燈放在沙發旁邊 左邊 喔 這一個 好的 對 這個 然後讓它朝45度角這樣子 哇 它只能 這個角度 好 那就先這樣好了 先讓它對著沙發好了 如果我們要做套房的話 右邊這一塊可以是廚房 好 那我們看看有沒有就是 靠著這一面牆 依著這一面牆 有一個就是把 例如流理台的東西 然後讓它做依製型的 覺得如何 好 流理台像這種嗎 喔 那這種就還蠻 可以靠在這邊 但是有沒有它的延伸的部分 就是讓它變長的 這個 喔 鑄鐵木櫃櫃 對 喔 就是這個 好 那我們把鄉村的先收起來 然後把這三個留在一起 收錯東西 沒關係 好 那我們就把 高的靠在角落 然後 往 對 然後 這個再出來 對 正常這邊是它的廚房 對 完全就是一個廚房 欸 這個可以改顏色嗎 喔 可以 它現在顏色有點凸 好 我們來看看它什麼顏色 葡萄木老舊 橡木 喔 橡木 用老舊看看 老舊 好 喔 我們現在走一個Vintage的路線 結果它家是一個懷舊風 對 剛好這個沙發也是懷舊 就是貼那種爛掉的水泥槍 好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斑駁感 對 但我知道有些人比較不小心 有些人想說 我做設計 然後還有這種 很像三千個人已經用過的地方 廚房的後面可以放一些櫥櫃 就是放一些收納的櫃子 然後 然後動森裡面它就不會有規定說櫃子一定是放什麼 所以我們就找找看有沒有什麼櫃子 或者是它的書架或什麼的 可以放它的對面這樣 黑色的這個層架 對 鑄鐵櫃 對 工業風其實蠻適合搭配這種鐵劍的 如果讓它在這個 另一面 對 另一側的話 然後再放 再複製一個 再放在它旁邊 這樣子 然後客廳感覺可以給它加一個地毯喔 在那個沙發的 沙發跟那個插機的前面 要方形還是圓形的 我偏向使用比較不規則型 不規則 因為這個空間還蠻硬的 我們要有一些軟的東西 讓它軟化它的那個感覺 米色的 像牙的可能會黏在一起 我們試試看 像這樣子 喔 不會喔 不會喔 這不錯喔 就是要這種 很類似的顏色 但又不是相同的顏色 那那個茶雞要不要再往回去一點 因為我知道它現在可以就是 各身經過一些地方 對對對 沒錯 這樣OK喔 這樣OK喔 這邊 剛才好像有提到說要放電視 對 可以放電視 那電視 然後那個中間的那個茶雞 我們把它換成懷舊木好了 懷舊木 對 它本來好像有懷舊木的選項 自然色 自然色 原本的 它這樣跟它的廚房比較搭 對對對 顏色一致 沒錯 那我們就也找個斑駁一點的 電視櫃 然後電視櫃它不只放電視 它可以放一些小飾品 它也有老舊的 噢好像可以喔 噢我看看 但是它的比例跟那個茶雞是一樣寬的 反而會顯得有點不大氣 有沒有很長的啊 很長的 就是剛好能把那一面給鋪滿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繼續把電視放在牆上就好 我們走一個無電視櫃的設計 好的 好像沒有那麼長的 好 我們掛牆上好了 好 我們直接放一個超大電視 電視還是50吋的 沒錯 我們在現實中無法得到的事情 我們要在遊戲中進行的完成 再下來一點 讓它的上圓線跟那個 切齊的 沒錯 跟那個門圓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圖 然後通常我們在旁邊 它的左右邊看似會加些 盆栽啊還是什麼的 那上面上面 上面有時鐘的樣子 比如說這個往上 時鐘好像可以放一個 這個正方形的不錯喔 這個 鑄鐵 對 我們今天有滿多鑄鐵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右邊如何 可以用老舊 沒錯 右邊 這邊嗎 靠這一面嗎 對 讓它靠在窗的旁邊 然後它的上圓跟 欸 這樣 再下來一點 再下來一點 好 欸 這樣 這樣可以嗎 再下來一點的話 再下來一點 會不會太低 反正動作人世界 它們都是一些矮子 所以它們這樣 好 先先這樣好了 這樣子比較和諧 雖然說一現實生活中 我們會覺得這個超低 但是 巧巧畢竟是一隻貓 所以 看這樣子應該是OK的 配合它的身高 對 我是覺得邊邊 就是電視的兩邊 左邊 右邊選一個 可以放一個 不知道是藤在還是雕像 還是幹嘛的 其實就OK了 就不要讓電視那麼的孤獨 這樣 好 那我來找一下 欸 會不會有這種 就是譬如說 我這邊已經放一個盆栽 這邊再放一個盆栽 會不會 喔不會 因為它是在不同的 就是視野 你不會在同一個 眼睛中 看到它們兩個是存在 對 這是一個小的 也是我們的其中一個 世界設計師的那個 就是它沒有在同一個視線內 我們就會比較 它就比較還好這樣 它這次好像新增了 五六千個家具 哇 太多了吧 對啊 超多的 然後 因為我現在也還沒完全入手 就只能用現在現有的 好吧 我們就先放一個 那個鎧甲在電視旁邊 鎧甲這個 對 至少它跟這種 灰階風格是同樣的 跟它面對著那個 在 靠角落好了 靠角落 靠這邊嗎 對 然後你看 它也可以換顏色 喔 好啊 它有一個鐵鏽 好耶 很適合鐵鏽就是鐵鏽了 算了 剛剛那個比較好 哈哈哈 它這個太秀了 對 其中一面牆要換不同的顏色 感覺又有一面牆要跳出來 喔好那我知道了 不然你讓 底側 房間那一側的底側 換成比較溫馨的感覺好了 就是這一面 這一面 巧巧的背後那一面 好 比較溫馨的感覺就是 例如說木頭啊或者什麼的 所以你打開門的時候 會有一種 喔我進入一個不同氛圍的感覺 嗯這個 喔好像可以先這樣喔 那有辦法做門嗎 還是說它就是一個洞 它可能是洞 對 但是 喔它可能是洞喔 我們可以用天花板 它現在有多一個 欸在哪裡 喔這個 簾子 喔 對就是可以做一個簾子 可能掛在門這邊 嗯 因為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回到我們主題是室內設計的話 現在有一個非常 會被室內設計師給夾爆的一個很大的點 就是說 是 你一進門 因為通常我們這邊 如果是我的話 會做成它是隔間 它是有一個隱形的門 就是隔間就是隱藏門這樣子 那就是你看過去是一個平面就還好 但如果它就是開一個洞的話 我們一進門趕快要一個無敵洞 這是一個 BIG NO NO 就是不行 不太OK 對 所以 如果讓它的 好 我知道了 我們先 把那個側面的牆變成它房間的入口 就怎麼樣 這一個牆嗎 對 然後這邊這樣 對 那個柱子我們右邊一點 先把它用掉 這樣 像這樣子嗎 然後這個柱子再複製一根在它的 這邊 這邊嗎 喔它不會連在一起 它不會連在一起 是不是 就是它不會更強 它中間會有一點點空隙 就是 喔 會很難過 可是 這好像很難過喔 但它設計就是這樣的 先這樣好了 反正它右邊 然後你看像這樣左邊 那個 它的植物啊 那個盆栽的旁邊 就有一個小空位對不對 對 好像就可以放剛剛那個 那個 割柱的那個 陳架版 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 這個伸縮膠 我記得它顏色好像可以用得比較 可能 喔對它有這個 煙燻灰不錯 對 顏色跟我們在用的可能比較接近一點 好 那我們把那個先拿掉 因為這個太細了 就很容易瞄不準 沒關係 好 這邊先這樣子好了 至少 它這一面牆不會那麼無聊 它有一個 然後像這樣我通常會 你看 右邊有一點點 unbalance 它有點不平衡 那左邊我會再放畫 或什麼的 不過我們就先不用 我們先進去市區改造 好的 四人區 ку Foster 四人區 8